海龟最怕的不是鲨鱼,而是这种东西,遇到会伴随它们一生 在这个世界上不只生活着我们人类,还生活着很多动物 不仅陆地上存在着大量的生物,就连海洋里都有着不少生命 其中,有一些我们经常能见到,就比如说海龟 很多人见到的海龟都是慢吞吞的,不慌不忙的样子 那小伙伴们知道海龟最怕什么吗?一旦遇上了,就只能等死 很多人都猜测海龟最害怕的就是鲨鱼 毕竟鲨鱼在海洋中算是一方霸主 不光很多海洋生物害怕鲨鱼,就连人类见到鲨鱼也是非常害怕的 但海龟并不害怕鲨鱼,毕竟海龟有着坚硬的外壳,可以很好的保护它们 其实海龟最怕的东西就是藤壶 因为藤壶会吸附在海龟身上,而且会伴随海龟一生直至死亡 不仅仅是吸附在海龟的龟壳上,它会将根吸附到龟壳内 然后再进行大面积的繁殖,所以海龟遇到它们真是生不如死 而且因为身上附着了很多藤壶,大大降低了海龟的游行速度 使它们的捕食变得更加困难 很多海龟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,都会找人类寻求帮助 对此,小伙伴们,你们有什么看法?